在蒋碧薇的一生中,出现过两个男人,一个是名载千秋的画家徐悲鸿,还一个是国民党高官张道帆,特别是张道帆,几十年如一日爱恋住他。 然而,最终,两人还是没能白头偕老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? 蒋碧薇画像,张道帆第一次见蒋碧薇是在中国驻德使馆的酒会上。 那是1921年,张道帆才考进伦敦大学美术系不久,早就仰慕徐悲鸿才华的张道帆,有幸在酒会上认识了徐悲鸿。 然而让他更为惊喜的是,他看到了一位身形纤细高挑,举止优雅大方的东方美人,他就是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。 蒋碧薇生于书香之家,在遇到徐悲鸿之前和苏州豪门阔上定有婚约。 那时徐悲鸿是已婚人士,却对父母包办的老式婚姻很满意。 因此对乡下的妻子,毫无感情可言。 18岁的蒋碧薇,年轻漂亮,又有才学,让他一见钟情。 蒋碧薇亦被他的才华所吸引。 二人为了长相厮守,竟不管不顾私奔国外。 蒋碧薇这种为了爱,能舍弃一切的勇气,让张道帆著迷。 于是他不顾蒋碧薇是有夫之妇,不断制造机会接近蒋碧薇。 在交往中,他找不到一个比蒋碧薇更合他心意的女子。 他几乎都不能控制对蒋碧薇的爱意了。 此时的蒋碧薇虽然在笑,在说。 但中间隔住徐碧薇,所以在张道帆看来,蒋碧薇是他遥不可及的女神。 1926年,张道帆克制不住自己的爱意,终于写了一封诚信向蒋碧薇表白了心意。 此时的徐碧薇尚未成名。 蒋碧薇虽不懂得艺术,但他为了让徐碧薇专心作画,在外面找了门糊口的工作,虽说生活过得极简朴。 但这并不让蒋碧薇难过。 难过的是徐碧薇一心扑在绘画上,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。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久。 因此,蒋碧薇被感孤独和沮丧。 不过,在收到张道帆的求爱信后,他并没有动摇,而是直接回绝了张道帆。 悲痛不已的张道帆。 为了能忘记蒋碧薇,仓促兼迎娶了法国女子苏珊。 徐碧薇就照,1927年。 徐碧薇协有所成,蒋碧薇便随其归国。 不久生下儿子徐柏阳。 1929年,蒋碧薇再次怀有身孕。 只是这次徐碧薇,却闹出了慈悲之恋。 徐碧薇和孙多慈的失声恋,让孕妇蒋碧薇大为恼怒。 结果影响了妇中的胎儿。 女儿徐静培,仅在妇中七个多月便早产了。 纵然如此,徐碧薇侯依然不肯断了和孙多慈的往来。 此后蒋碧薇又多次阻挠徐碧薇与孙多慈的往来。 但他越是阻挠。 两人的感情反而越是热烈。 心如死灰的蒋碧薇,只得和徐碧薇非居了。 在蒋碧薇捍卫婚姻的时候,张道帆以气化从政,成了一名国民党高官。 他有权有势,仁义风流倜傥。 然而再怎么风光,他却依然不能忘记蒋碧薇。 起初,张道帆一直将深情隐藏在内心最深处。 只是默默地祝福蒋碧薇,但随着蒋碧薇和徐碧薇的感情破裂。 他适时地走进了蒋碧薇的生活。 他的温柔体贴。 他的青年戏语。 无不蕴烫住蒋碧薇焦灼的心。 孩子尚佑。 南京又处于日本的轰炸中。 蒋碧薇最需要依靠的时候。 徐碧薇正追到长沙去会孙多慈。 是张道帆一直代替徐碧薇照料住蒋碧薇和孩子们。 帮他们逃过危及生命的劫难。 蒋碧薇渐渐接受了张道帆的深情后裔。 从此二人日日情书不断。 感情犹如一团绚烂的火。 就在蒋碧薇的生活得到重生的时候。 徐碧薇却又回来了。 他来。 是因为苦练多年的孙多慈,以嫁为人妇。 于是想起尚有家庭,还可以使他安逸。 张道帆画像,正和张道帆深爱住的蒋碧薇。 明白徐碧薇归来的缘故。 他不愿意给徐碧薇浪浪子回头的机会。 毕竟他深知。 他和徐碧薇再也回不去了。 于是断然拒绝。 1945年。 徐碧薇打算迎娶廖靖文。 一个刚年轻的学生。 感情没有了。 蒋碧薇不得不为自己的以后打算。 于是他提出。 要离婚也可以。 画一百幅画。 四十幅古画和一百万美元做两段。 为了能尽快和廖靖文结婚。 徐碧薇同意了蒋碧薇苛刻的条件。 在满足了他的条件后。 养人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。 随后,蒋碧薇随张道帆去了台湾。 此时他已经年近五十。 张道帆用了大半生。 总算得到了蒋碧薇。 按说他理当珍惜。 可是到了台湾后。 蒋碧薇跟了他十余年。 但他从没有想过要和妻子苏珊离婚。 给蒋碧薇一个名分。 1958年。 张道帆告诉蒋碧薇。 他打算把苏珊和孩子从国外接回台湾生活。 蒋碧薇淡然转身。 他知道张道帆不是能陪他终老的人。 能陪他终老的。 只有徐悲鸿陪给他的那些话。 也幸好是那些话。 让他体面悠然的度过了余生。 参考史料。 蒋碧薇回忆录。 继续。 继续。